好几名黑夜二煞大半夜 拿着球棒来到一处办公室前 朝着铁门狂敲猛杂 将近20秒才肯罢休 离开前甚至还不忘泼漆 恐吓意味相当浓厚 鞭炮声 然后就是有可能贴卷门敲击的声音吧 但是我也不清楚是哪里 因为我只有听到声音而已 深夜这一杂可把附近住户全都吓坏了 事发在22号凌晨4点多 新北市芦州 一早就能看到工作人员 忙着清理现场 城市长可以看到这里 其实是里长的办公室 地面上还留有大量的橘色油漆 以及鞭炮碎线 警方获报巡线调阅监视器 逮捕嫌犯及查扣涉案车辆 只不过对方却声称 是和里办隔壁的开发公司 有债务纠纷 才会找朋友来给个警告 而开发公司负责人 正是芦州一名在地角头 他也是当地里长的丈夫 过去涉及多起刑事案件 甚至2007年还曾为了债务问题 持冲锋枪 扫射寻仇 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他这次回来人家 他真的都是往生意方面走了 他完全不去碰 碰那些有的没有的事情 可能他们就借我老公的名字 强调丈夫在外 绝对没有与人结仇 认为可能是在执行里长工作时 引起里民不满 不过嫌犯落网时 说此反复 动机也交代不清 恐怕案情没有那么简单